您好 這是我們的研究題目 低脂健康蛋糕裝飾制開發 我們的研究動機是用馬鈴薯泥來取代部分鮮奶油來做低脂健康蛋糕裝飾 這個是我們的研究過程 總共分成三大部分 首先我們進行實驗A部分的實驗A1 馬鈴薯泥擠花外表粗糙粘性不佳 所以要找出改善的方法 再來進行我們的實驗A2 我們使用年度劑進行年度之測試 結果發現五種粉類糊液中 太白粉透明度最高 而且太白粉糊液黏度是最高的 於是我們決定 添加太白粉糊液來做後續的實驗 接下來進行實驗A3 我們將馬鈴薯泥添加太白粉澱粉糊液計劃測試 結果發現70比30之比例最佳 接下來進行實驗A4 我們將馬鈴薯胡逸添加鮮奶油擠花測試 結果發現40比60之比例最佳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驗B部分的悟性測試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驗B1 我們使用色差劑來測試各樣品之LAB值 利用LAB值代入公式計算白度 利用LAB值代入公式計算白度 結果發現馬鈴薯胡逸添加的越多其白度越低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驗B1 我們使用推拉力劑來測試各種比例的硬度 結果發現馬鈴薯含量多者比較硬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驗B1 接下來我們進行實驗B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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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添加點意來進行顯微觀察 我們添加點意來進行顯微觀察 結果發現馬鈴薯含量越多 藍色顆粒也越多 接下來進行實驗C部分的實驗 接下來進行實驗C部分的實驗 我們進行實驗C1 我們進行實驗C1 在色澤比對中發現 改良性與鮮奶油沒有顯著差異 在風味比對中發現 改良性與鮮奶油沒有顯著差異 在口感比對中發現 改良性與鮮奶油 改良性與鮮奶油 在整體性上 改良性與鮮奶油 改良性與鮮奶油 改良性ила 都相當地漂亮 謝謝觀賞 敬請指教 谢谢大家